问于霸曰,司马懿记得比镇,当父有征伐之治部,霸曰,比方盈利家门,为皇外事。 有中世记者,其人虽少,若管朝镇,无,属之忧也。 世记者,中咒之子尚书郎会也。 三月,吴佐大司马珠燃醋。 燃长不迎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杰,终日清清,常若在战场,灵极胆定,过绝于人。 虽是无事,每朝夕严谷,兵在迎着,闲行装就对。 以此顽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者有功。 燃请及增赌,无主咒为减善,业为不媚,忠实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燃美浅使表及病消息,无主者召见,口自问训,入刺酒食,初刺不薄。 急促,无主为之哀痛。 感谢观看。 下,四月,乙丑,改缘。 曹爽之在伊南野,昌陵景侯讲迹语之书,言太傅之旨,不过免官而已。 爽朱,既进风都相侯,尚书故词,不许。 既并其言之师,遂发病,饼子,醋。 秋,汉卫将军将军将为寇雍州,一驱山驻二臣,使衙门将沟安,李兴等守之,拒枪胡执任,清逼朱郡。 珍稀将军郭怀与雍州赐使臣太玉之。 太曰,屈臣虽故,去属险远,当须运粮,枪移换为劳逸,必未肯赴。 经为而取之,可不写任而拔其臣,虽其有救,山道祖险,非杭兵之地也。 怀乃使太玉讨属护君徐职,南安太守邓爱禁兵为屈臣,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 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巨血以引日月。 为引兵就之,出自牛头山,与太相对。 太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 惊绝牛头,唯无反道,则我知情也。 赤诸君各间累物与战,浅使白怀,使怀去牛头截其孩路。 怀从之,进君逃水。 围惧,顿走,安等孤绝,遂降。 怀因兮及诸枪。 邓爱曰,贼去未远,或能赴孩,一分诸君已被不渝,于是留爱吞白水背。 三日,为浅其将料化自白水南向爱结营。 爱为诸将曰,为金簇孩,无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坐桥,此为使化持无令不得孩,为必自东西取桃城,桃城在水背。 去爱屯六十里,爱及夜前军尽道。 唯果来渡,而爱先至巨臣,得以不败,汉军遂海。 衍周次使令狐于,司空亡灵之身也,屯于平阿,身就并点重兵,专怀难之刃。 林语于阴谋,以地暗若,置于强城,闻楚王标有志勇,欲共立之,迎兜许昌。 九月,于浅其将张氏至白马,与楚王向文。 林诱浅舍人劳经义洛阳,与其子广。 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 曹爽以娇奢施名,和平书虚华不至,丁,碧,环,邓虽并有肃望,皆专进于世。 加遍一朝典,正令述改,所存虽高而是不下阶,明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是清四海,身正天下,同日展露,明是简伴,而百姓安之。 莫之或哀,失明故也。 金丝玛义琴虽难量,是未有腻,而着用贤能,广述圣己,修仙朝之政令,负重心之所求。 爽之所以为恶者,比莫不必改,素叶飞泻,以续名为先,父子兄弟,并卧兵要,为义王也。 林不从 冬,十一月,令胡于父遣张示意除王。 冬,为孩,惠于并促。 十二月,新清,击败王林为太尉。 庚子,以斯利孝为孙礼为司空。 谢大家光协�ä Press倧a母带。 ホ共平 requires宁礼文。 金丹玛乘讀石中文,不完全干完。 厨人比赛借差金。 内部借差平没有 altre击想要无方北丁拳禀教授群 光禄大夫徐妙簇 妙以清杰著名 如清常著书称妙曰 徐公至高行杰 才薄气猛 其诗之也 高而不倦 杰而不戒 薄而守曰 猛而能宽 圣人以清为难 而徐公之所以也 或问清 徐公当五帝之时 人以为通 自卫梁州赐史 及海经师 人以为戒 何也 清达曰 网者毛孝仙 催济归用事 贵倾诉之事 于时皆便一车伏 以求名高 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为通 彼来天下奢靡 转相仿效 而徐公雅上自若 不与俗同 故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界也 事事人之无常 而徐公之有常也 清 欲之子也 不与俗一 前日之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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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立宫中佳平二年,耕武,公元二五零年。 下五月,以珍稀将军郭怀位车骑将军。 初,慧姬潘夫人有宠于吴主,身少子量,吴主爱之。 全公主寄予太子和有戏,郁郁自洁,树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上女妻之。 吴主以鲁王霸结捧党以害其兄,心意恶之,为世中孙俊曰, 子弟不墓,城下分布,将有元氏之败,为天下孝。 若使义人立者,安得不乱呼。 遂有费和力量之意,然由成赢者立年。 郡,敬之曾孙也。 Good lu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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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 据与尚书菩社区晃绿珠江丽泥头自腹,连日亦却请和,无主登白绝观,见,圣恶之,赤俱,晃等,无事匆匆。 无南都城镇,五营都城向各尚书切剑,据,晃亦故剑不已,无主大怒,足诸镇,想。 千巨,晃入殿,巨,晃有口箭,叩头流血,慈气不挠。 无主杖之各一百,左千巨卫星都俊臣,晃赤归田里,群丝座见诸放者以识数。 遂废太子和卫庶人,喜故张,赐鲁王罢死。 杀杨竹,刘其施于江,又诸泉济,吴安,孙琦,皆以其党霸赠何故也。 初,杨竹少获申名,而陆逊卫之中拜,劝竹凶木令与之别族。 集竹拜,木以树见戒竹的免死。 诸巨卫至官,中书令孙红以赵书追赐死。 冬,十月,卢江太守乔郡文清委判,以诱吴偏将军诸义,欲使义自将兵迎己。 义知其诈,表无主,以为亲不可迎。 吴主曰,方经北途未依,清欲归命,以且聊之。 若贤其有觉者,但当社稷网以罗之,胜众兵以防之而。 乃前偏将军吕巨都二万人,与义并立至北界,清果不将。 义,还之子,巨,饭之子也。 乌前昌 11月大力锦侯孙李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主粒子量为太子 五主浅军十万座唐义图唐乙焉北道 五主浅军十万座唐乙焉北道 十二月甲城东海定王林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守南洋州太席屋 紫龟 荆州赐使王姬向宜林 厂向江陵 厂引竹丝更未瞧 渡水急之 吾大将施机 夜顿入江陵 厂欲引至平地宇战 乃先遣吾军按大道发环 使吾望奖而喜 又以所获凯马甲手环臣以怒之 设伏兵以呆之 机果来追 场欲战 大破之 斩其江中离茂 许明 汉江为父寇西平 不可 少林立宫中嘉平三年 新卫 公元二五一年 春 真月 王姬 周太及吾冰 皆破之 降者数千口 三月 以上书令司马福为司空 下 四月 假身 以往场为真南大将军 人臣 打赦 太魏王林文无人塞涂水 欲因此发兵 大言诸君 表求讨贼 照报不听 林前将军杨洪以费力士 告眼周刺始皇华 华 洪联名以白司马懿 亦将中军沉水到讨陵 先下设设灵罪 又未输御灵 以而大军演至百尺 林自知世穷 乃成传单出盈役 遣愿王玉谢罪 送应寿 节月 义君到秋头 林面赴水赐 义成赵遣主不解其父 林济蒙舍 家世就好 不负自宜 竟成小船御驱矣 义使人逆指之 驻船怀中 相去十余障 林之见外 乃姚魏一约 轻指以者简照我 我当敢不致邪 而乃隐君来乎 一约 以轻非啃逐者简者故也 林约 轻父我 一约 我宁父亲 不负国家 遂遣不其六百颂灵溪一经师 林氏所观丁以观异役 亦命给之 五月 甲银 灵行道相 遂隐要死 义静至寿春 张氏等皆自首 义穷至其室 诸相连者西夷三足 八灵 于种 瞳关报施于所静世三日 烧其应寿 朝福 清土埋之 初 令狐于魏白衣时 常有高智 众人魏于必兴令狐事 族父洪农太守少独以为 于性替躺 不修德而怨大 必灭我宗 于闻之 兴盛不平 即少魏虎奔中郎将 而于是尽以多所更吏 所在有名称 于从容魏少曰 先时闻大人魏于魏不济 精进云和谐 少熟适而不达 思魏妻子曰 公至信度 犹如故也 已无官之 终当败灭 但不知我久当作之不邪 将逮入曹尔 少梅后时于年而于足灭 于在远周 辟山羊丹固为别嫁 于至中阳康并位于复兴 即于醋 康应司徒辟 至洛阳 陋于英氏 于游氏拜 亦至寿春 见丹固 问曰 令狐返忽 曰 吾有 杨康白氏 氏与顾连 遂收补固及家属 阶系亭位 考识数时 故故云吾有 亦露杨康 与顾对相结 故慈琼 乃骂康曰 老庸 继父使君 又灭我族 故汝当活邪 康出自继封侯 后以此颇参措 亦并斩之 灵行 据出狱 故又骂康曰 老奴 如死自分尔 若令死者有之 如鹤面目以行地下乎 赵义扬州赐使诸葛弹位 镇东将军 都督扬州诸军事 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 大赦 改缘太原 6月 四楚王彪死 进入朱王宫之夜 使有私查之 不得与人交关 秋 七月 仁虚 皇后 珍世卒 秋 七月 仁虚 皇后 珍世卒 秋 七月 仁虚 皇后 珍世卒 不畏太位 8月 仁虚 舞阳宣文侯司马逸簇 赵义祺子为将军师为辅军大将军 路上书是 初,南匈奴自为其先本汉世之身,因茂姓流逝。 太祖刘禅于忽畜权之夜,分其众为五部,居并周境内。 左贤王豹,禅于于佛罗之子也,为左部帅,部族最强。 陈阳太守邓爱上言,禅于在内,枪移师统,和散无主。 经禅于之尊日书而外土之威日重,则葫芦不可不申辈也。 闻流报不有叛狐,可应叛歌为二国,以分其事。 去悲公显前朝儿子不继夜,宜家其子显豪,始居夜门。 离国若寇,追陆旧勋,此欲边长寄也。 又臣,枪胡与明同处者,以以剑出之,始居明表,以重连耻之教,赛奸鬼之路,司马师皆从之。 无历劫中郎将路抗屯柴桑,意剑业致病。 病差,当孩,无主替气与别,未曰,无前听用禅言,与辱父大义不睹,以此妇辱,前后所问,一分灭之,莫令人见也。 事实,无主颇悟太子何之无罪,东,十一月,无主四南交孩,得风集,玉兆和孩,全公主集是中孙郡, 中书令孙宏固贞之,乃之。 无主以太子量又少,义所负托,孙郡见大将军诸葛克可负大事。 无主贤克刚横自用,俊曰,当今昭臣之才,无极克者,乃兆克于武昌。 克将行,上大将军屡待戒之曰,世方多难,子美是必实私, 克曰,习记闻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经军令克十思,明克之列也,代无以达,实贤未知诗言。 于喜论曰,夫托以天下,至众也,以仁成行逐威,至难也。 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先矣。 吕侯,国之缘旗,制度经远,府以十思戒之,而便以事列建具,此缘训之书,积神不拒者也。 若因十思之意,广资当世之物,闻善素于雷洞,从见及于风仪,起得允守殿堂,死于凶术之刃。 是人其其应变,造次可观,而审吕侯无对味漏,不思安为忠实之律,是乐春早之繁华,而望秋时之甘口也。 习为人法属,属人欲知,经言垂发,而废一方与来敏对其,亦无厌倦。 敏以为必能伴贼,言其名略内定,貌无忧色也。 旷常宁以为君子临世而聚,好谋而成,属畏罪而知国,而方向大敌,所归所图,为首与战,何可经济有余,艳然无期。 思乃依性之宽简,不防戏为,促畏将人过寻所害,岂非照见于彼而或臣于此灾。 网文常宁之真文为,经济原训之逆吕侯,二是体同,皆足以为是简也。 克制简业,简无主于卧内,受赵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父,孙红领少父,赵有司诸书。 是一统渔客,为沙申大士,然后以闻。 为至群观摆斯拜依之仪,各有品序。 又以汇姬太守北海藤应位太长。 应,无主序也。 十二月,以光陆勋银阳阵充位司空。 汉费依孩成都,望弃者云,都亦无宰相位,乃赴北屯汉寿。 是岁,汉上书令吕义促,以是忠臣之首上书令。 少林立宫中佳平四年,人生,公元二五二年。 春,真月,鬼卯,以司马侍卫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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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主立故太子和魏南阳王,始居长沙,重姬子奋魏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修魏狼邪王,居虎陵。 二月,丽皇后张氏,打赦。 后,顾梁州赐史记之孙,东关太守姬之女也。 赵姬拜光陆大夫。 无人改缘神奋,打赦。 无攀后性刚立,无主疾病,后使人问孙红以吕后称至故事。 左右不胜其虐,似其昏睡,亦杀之,拖延中恶。 后世谢,作死者六七人。 无主病困,赵诸葛克、孙红、藤映及将军旅聚,市中孙俊入卧内,属以后事。 下,四月,已为,无主疏。 孙红素与诸葛克不平,据为克所致,密不发丧,欲缴照诸可。 孙俊已告克,克请红滋事,于坐中杀之。 乃发丧。 事无主约大皇帝。 丁友,太子亮即位,大赦,改缘见心。 论岳,以诸葛克为太父,藤映位为将军,吕代位大司马。 克乃命罢是听,习孝官,缘不则,除官税,崇恩则,众莫不悦。 克美出入,百姓严谨思见其壮。 克不欲诸王处兵将兵马之地,乃喜其王奋于御章,狼邪王修于丹阳。 奋不肯喜,又数月法度,可谓兼以一份约,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愁愁有善,不得不举,轻弃有恶,不得不诛。 所以成天礼物,先国后生,盖圣人立志,百代不亦之道也。 习汉初心,多王子弟,至于太强,折位不轨,上则己为设计,下则骨肉相残,其后臣戒已为大会。 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志,唯得自于于宫内,不得灵明,甘与正事,其与交通,皆有重镜,遂已全安,各宝福作,此则前世得失之艳也。 大行皇帝懒古戒经,防衙恶盟,律于千载,是以寝籍之日,分遣诸王各早救国,照策秦渠,苛敬严峻,其所戒斥,无所不治。 臣遇上安宗庙,下全诸王,使百事相成,无凶国害家之悔也。 大王遗上为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奸献王,东海王强攻顺之节,下存前世交自慌乱之王以为警戒。 而文寝至武昌以来,多为赵斥,不拘制度,善发诸将兵至护公事。 右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文,功复有私,而善厮杀,是不明白。 中书阳荣,轻受赵斥,所当公诉,乃云,正字不听尽,当如我贺,闻此之日,小大精怪,莫不寒心。 李语曰,明见所以照行,古事所以知经,大王遗身以鲁王位界,改意其行,战战兢兢,敬礼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 若弃望先帝法教,怀清慢之心,臣下您赴大王,不敢赴先帝遗诏,您为大王所愿及,岂敢望尊主之威而令赵斥不行于翻臣邪。 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经俱之律,则想作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 夫良要苦口,为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为达者能受之。 经者客等兴楼兴楼,欲为大王除为带于蒙芽,广福庆之机缘,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 王得监,据,遂宜南昌。 王得监,据,遂宜南昌。 拜,以内传,岁费不复至。 东,十月,太傅客会重于东兴,更坐大堤,左右结山,辖住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为流略守东城,引军而骸。 镇东将军诸葛诞严于大将军施约,精英吾内清,使文殊逼江陵,众公向武昌,以姬吾之上流,然后简金促公其两城,彼旧至,可大或也, 事实真南大将军王场,真东将军胡尊,正南将军吴丘俭等各县真吴之计。 朝廷以三真计计,照问上书复古。 古队曰,义者或遇泛舟禁计,横行江表,或遇四道并敬,攻其成磊,或遇大殿江场,观信而动,承接取贼之长计也。 然自治兵以来,初入三载,非演习之军也。 贼之为寇,即六十年以,君臣相保,即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幽为,设令列传经要,奸臣巨险,横行之计,其代难结。 金鞭壤之首,与贼相远,贼射罗洛,又特众密,间谍不形,耳目无闻。 夫君无耳目,笑茶未详,而举大众以灵巨险,此为悉性剿弓,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侧也。 唯有进军大殿,最差完劳,可照场,尊等则的居险,审所措置,即令三方一时前守。 夺其肥壤,使海几土,一也,兵出名表,寇超不犯,二也,招怀尽禄,将赴日志,三也,罗洛远舍,兼购不来,四也,贼退其手,罗洛避浅,殿坐毅力,五也,坐十击鼓,事不运输,六也,信系识文,讨习速决,七也,凡此欺者,君士知己物也。 不惧则贼善辩资,惧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 夫吞磊相逼,行事已交,智勇的臣,巧捉的用,侧之而知得失之计,缴之而知有余不足,鲁之勤为,将烟所逃。 夫以小敌大,则亦凡利劫,以平敌负,则脸重财愧。 故曰,敌亦能劳之,宝能积之,此之未也。 司马师不从。 十一月,赵王厂等三道集吾。 十二月,王厂攻南郡,吴秋俭向武昌,胡尊,诸葛弹率重七万攻东兴。 甲银,吴太傅克将兵四万,陈夜兼行,九东兴。 胡尊等赤诸君坐扶桥已渡,陈于底上,奋兵攻两城。 陈在高峻,不可猝拔。 诸葛克使冠军将军钉凤与吕炬,刘赞,唐资未前步,从山西上。 凤为诸将曰,经诸君行缓,若贼俱辩的,则难以针锋,我请屈之,乃辟诸君十下道,奉自律徽下三千人静静。 诸北风,奉举番二日,即至东关,遂聚徐堂。 识天雪,寒,胡尊等方至九高会。 奉见其前步兵少,为其下约,取风侯绝赏,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凯,去毛己,但都谋刀笋,裸身原也。 为人望奖,大笑之,不及严兵。 无兵得上,便鼓噪,拙破未前屯,吕炬等技智。 卫军惊扰散走,真度扶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倒极。 前步都韩宗,乐安太守还家等皆没,死者数万。 宗固无叛江,数为无害,无大帝长妾持恨之,诸葛克命送其手以白大帝庙。 或车臣,牛马,罗驴各以千数,资弃山姬,正旅而归。 初,汉将为寇西平,或中郎将郭巡,汉人以为左将军。 巡欲赐汉主,不得清净,美应上寿,且败且钱,为左右所恶,事者不果。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七十五资质通鉴。 卷七十六位即八卷七十七。 卷七十六位即八卷七十七。 姐妹计划,数据项。 姐妹计划,数据项。 起朝阳作恶,竟占盟大渊县,凡三年。 资质通鉴第零七六卷。 未计划,起朝阳作恶,竟占盟大渊县,凡三年。 少林立功下佳平五年,鬼友,公元二五三年。 春,真月,朔,蜀大将军费依与诸江大会于汉寿,郭寻在座,依欢饮沉醉,寻起刺依,杀之。 依资性犯爱,不疑于人。 月习太守张仪常以书戒之日,习曾彭律师,来设仗节,贤见害于刺客。 金明将军未尊权重,呆性心腹太过,以见前世,少以为景。 依不从,顾及获。 照追风锅寻味长乐香喉,使其子席诀。 王场,冠秋简闻东军拜,各梢屯走。 朝义欲贬处诸江,大将军师曰,我不听功休,以至于此。 此我过也,诸江贺罪。 西又知。 师弟安东将军昭十位奸军,为肖昭爵而已。 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御洲,冠秋简为镇东将军,都督扬洲。 是岁,雍州赐使臣太求施并周并立讨湖,师从之。 为吉,而燕门,兴兴二郡湖已远溢,岁经返。 师又谢朝誓曰,此我过也,非臣雍州之则,是以仁皆溃月。 西早迟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夜龙,可谓致已。 若乃会败推过,归咎万物,尝执其功而引其丧,上下离心,闲于解体,谬之甚矣。 军人者,苟统思理而以御国,行尸而名扬,兵错而战胜,虽百败可也,旷于在乎。 光路大夫张基言于师曰,克虽克节,见诸不久,师曰,何故,姬曰,威震其主,公盖一国,求不得死乎。 二月,吴军海自东兴。 晋风太父克阳兜侯,家经,扬州牧,都中外诸君士。 克遂有轻敌之心,赴御出军。 诸大臣以为树出霸牢,同辞见克,克不听。 钟散大夫蒋言顾真,克命服出。 因着论以欲众约,凡敌国欲相吞,即仇仇欲相处也。 有仇而常知,或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畏远律也。 习秦淡的关西尔,尚已并吞六国。 今已为比古之情,土地数倍,已无语数,比古六国,不能办也。 然今所以能敌之者,但已操食兵重,于今是敬,而后生者为己长大,正是贼衰少为圣之时。 加司马懿先诸王林,叙字允弊,其子又若而专彼大任,虽有至迹之事,未得失用。 当今罚之,是其恶会。 圣人急于驱使,成为今日。 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为之忠使而以今日遂清其后,此无所以常叹息者也。 经文众人或以百姓上平,欲勿贤习,此不知律其大为而爱其小情者也。 习汉祖祖姓已自有三情之地,何不必关首显已自于乐,空出公处,身被创仪,借骤生己施,将事厌困苦,起干锋刃而望安宁哉。 律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而。 美兰经含说公孙术已进取之图,竟见家叔父表辰与贼真敬之计,未尝不愧然叹喜也。 素页反侧,所虑如此,故聊书于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 若一朝允眉,智话不立,贵令来世之我所忧,可思于后耳。 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负难。 丹阳太守孽有素语克善,以书建克曰,大行皇帝本有二东关之计,继位施行,经功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诵,将士平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设计之福邪。 一切暗兵养养,观信而动。 经臣此事欲赴大出,天时未可而苟认圣意,思心以为不安。 课题论后,魏书达有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树,守审此论,可以开悟已。 藤应未克曰,军寿依,或知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明身正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幸之心,记得蒙君而习。 经为以劳逸之后,新师出征,明疲力驱,远主有备,若功臣不克,也略无祸,是丧前劳而昭后则也。 不如按假习施,关系耐劝。 且兵者大事,是以重计,重狗不悦,君独安之。 刻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狗安者也。 而子父以为然,无何忘乎。 夫以曹芳暗裂,而正在斯门,彼之明臣,故有离心。 今无因国家之资,即战胜之威,则赫枉而不克栽。 3月,克大发周郡二十万众赋入寇,以藤硬卫兜下都,掌统流逝。 下,4月,大赦。 汉将为自以练西方风俗,肩负其才武,玉佑朱枪,胡以为羽翼,为自隆以西,可断而有。 每玉新君大举,被依偿才智不从。 与其兵不过万人,曰,无等不如丞相亦以远矣, 丞相由不能定中下,旷无等乎。 不如且保国之名,谨守设计,如其工业,以似能者,无畏惜继侥幸,绝成败于一举,若不如智,悔之无极。 即依死,为德行旗帜,乃将数万人出食营,为敌道。 无诸葛克入寇淮南,驱掠名人。 诸江或未克曰,经营军深入,江场之名,必相律远顿,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指为新臣,新臣困,就必至,智而图之,乃可大祸,克从其继,五月,还均为新臣。 赵太位司马福都诸君二十万网复之。 大将军师问于于松曰,经东习有事,二方皆急,而诸江一举,若知和,松曰,习周雅夫兼必昌义而无,处自败,是有四弱而强,不可不察也。 经克西其锐众,足以四报,而坐守兴臣,欲以致一战而。 若功臣不拔,请战不可,施老众疲,是将自走,诸将之不敬敬,乃功之力也。 将为有众兵而献君应克,投使我脉,非生根之寇也。 且为我并立于东,西方必须,事以静静。 今若使关中诸君被盗及父,出其不意,待将走矣。 诗曰,善,乃使郭怀,陈泰西关中之众,解敌道之为,赤冠丘俭等按兵自首,以新臣为吾。 陈泰静至落门,将为良静,退还。 阳州衙门江桌郡张特守兴臣。 阳州衙门江桌郡张特守兴臣。 无人公之连月,臣中兵和三千人,即并战死者过半,而克启土山吉宫,臣江县,不可护。 特乃为无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 然为法,被供过百日而就不治者,虽将,家不作,自受敌以来,以九十余日以,此臣中本有四千余人, 战死者已过半,成虽现,尚有半人不欲将,我当还未相遇,调别善恶,明日早送明,且以我应授去未信。 乃投其应授予之,无人听其词而不取应授。 特乃投叶撤诸乌才诈,补其缺为二重,明日,为无人曰,我但有斗死而,无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 卫大鼠,无事疲劳,饮水,卸下,流肿,病者太犯,死伤徒弟。 朱盈利日白病者多,客以为诈,欲斩之,自恃莫敢言。 客内为诗迹,而耻尘不下,奋行于色。 将军诸义以军事武克,克力夺骑兵,赤海剑也。 都为蔡林树成军计,克不能用,策马来奔。 诸将四只无兵以皮,乃尽救兵。 秋,七月,克引军去,氏族伤病,流液道路,或顿扑坑赫,或剑掠或,存亡哀痛,大小皆呼。 而克艳然自若,出驻江主一月,吐起田于寻阳,赵赵湘贤,徐乃炫师。 由此众数失望,愿独心矣。 汝南太守邓爱言于司马师曰,孙权已眉,大臣未复。 无名宗大族皆有不屈,祖兵仗士,族已为命。 诸葛克克兴禀国阵,而内无其主,不念辅恤上下以利根基,尽于外事,虐用其名, 藩国之众,顿于奸臣,死者万数,宰祸而归,此刻获罪之日也。 习子虚,吴起,商鞅,月亦皆见任时军,主没有拜,旷克才非四贤,而不律大患,其亡可待也。 8月,吴军还见夜,诸葛克克陈兵岛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黑,立身未曰,清等和感树望作召,黑黄巨辞出,因病还家。 诸葛克真行之后,曹所奏蜀令常直思,一霸更选,悦至威严,多所罪则,当境见者无不耸息。 又改意宿位,用其清静,覆斥冰言,欲向清,徐。 孙俊英明之多愿,众之所贤,够克于吴主,云欲未变。 冬,十月,孙俊与吴主谋至久请克。 克将入之夜,惊爽扰动,通系不昧,又家树有妖怪,克夷之。 但日,驻车宫门,郡以伏兵于为中,恐克不时入,誓谢,乃自初见克曰,使君若遵体不安,自可虚后,郡当聚白主上,欲以偿之克矣。 克曰,当自立入,散其常世章约,朱恩等秘书语克曰,今日章设非常,已有他故,克以舒适腾应,应劝克孩。 克曰,而备何能为? 正恐因九十中人而。 克入,见旅上殿,尽谢孩作。 社九,克一未尹。 孙俊曰,使君并未善平,有偿服要酒,可取之,克亦乃安。 别饮所祭酒,数行,无主还内。 俊启如策,解长衣,这短服,出曰,有赵收诸葛克,克经起,拔剑未得。 而俊刀交下,张曰从旁着俊,财商左手,俊应手着曰,断右臂。 五位之士街区上殿,俊曰,索取者克也,经已死,西令赋任,乃除的更隐。 克二子耸,见闻南,宰其母欲来奔,俊使人追杀之。 以为习果克师,灭树妖,投之时子刚。 又浅吴南都师宽旧将军师姬,孙一军,沙克帝奋威将军荣于公安,及其三子。 克外申都相侯张震,常侍朱恩,皆宜三族。 林怀赃军表起收藏课曰,震雷电击,不重一招,大风冲发,稀有即日,燃油济之以云。 云以润物。 事则天地之威,不可今日加成,帝王之怒,不宜言起情敬意。 成以狂愚,不知忌讳,感冒破灭之罪以妖风与知慧。 福念顾太父诸葛克,罪饥恶淫,自治一灭,父子三首,消逝几日,官者数万,立身成风,国之大行,磨锁不振,长老还有,无不必见。 人情之威品物,乐即则哀身,见客贵胜,世莫与二,深处台府,中间利年,经之诸仪,无意禽寿,官器勤反,能不惨然。 且以死之仁,与土壤同欲,凿觉着赐,魔所附加。 愿圣朝姬则乾坤,怒不及寻,使其相亦若故立明收以事武之福,会以三寸之官。 习相即受病葬之师,含信或收敛之恩,思则汉高发神明之欲也。 为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经之心,使国则家于孤禄之孩,复受不以之恩,予以阳申辖方,举劝天下,岂不大哉。 习鸾不缴命彭月,臣妾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明以四情,其得不诛,实为信尔。 京城不敢张宣誓表以陆天恩,景福守书,冒昧成文,起盛名哀查。 于是吴主及孙俊听克固立敛葬。 初,克少有盛名,大地生气众之,而克父锦常以为妻,曰,非保家之主也,父有奋威将军张成义以为克必败诸葛事。 陆逐常未克约,在我前者无必奉之同身,在我下者则伏接之,经官君弃灵其上,亦灭呼下,非安德之姬也,汉氏中诸葛瞻,亮之子也,克在宫淮南,岳席太守张仪与瞻书约,东主出崩,第十又弱,太父受寄托之众,亦何容易。 亲有周公之才,有有管,蔡流言之辩,或光受认,亦有焰,盖,上官逆乱之谋,赖臣,昭之明,以免思难尔。 习美闻东主杀身赏罚,不认下人,又经以垂眉之命,促赵太父,属以后事,尘时可律。 家无储飘即,乃习所计,而太父离少主,屡笛亭,孔非良计长算也。 虽云东家刚计肃然,上下吉木,百有益师,非明者之律也。 取古则经,经则古也,自非郎君尽忠言于太父,谁父有敬言者邪。 炫君广农,悟行得慧,数年之中,东西并举,时为不晚,愿生采茶。 刻果以此败。 无群臣共义上奏,推孙俊卫太尉,腾应卫司徒。 游媚俊者言曰,万机一再公族,若臣四位雅公,身名诉众,众心所赋,不可量也,乃表俊卫丞相,大将军,都中外诸君士,又不至于史大夫,犹是世人失望。 腾应女为客子耸妻,应以此词味。 孙俊曰,滚,与罪不相及,腾侯何谓,俊与应虽内不沾洽,而外相包容,竟应绝高密侯,共事如前。 其王奋文诸葛克诸,下注吴湖,欲至剑业观辩。 父乡谢此等剑,奋杀之,作废为庶人,喜张安。 南阳王何妃张氏,诸葛克之身也。 先是刻有喜兜之意,使至武昌宫,民间或颜刻欲迎合力之。 即刻被诸,陈相俊因此夺何喜寿,喜心兜,又遣识者追赐死。 初,何妾何是生子号,诸姬子得,千,俊。 何将死,与张非别,非约,及凶当相随,终不独生,亦自杀。 何姬约,若皆从死,谁当自孤,遂府玉浩及其三弟,皆赖以获权。 高贵香宫上,少林立功下镇元元年,甲虚,公元二五四年。 春,二月,沙中书令礼风。 初,丰年十七,八,已有清明,海内昔然称之。 其父太蒲辉不愿其然,赤史闭门断客。 曹爽专政,司马亦称即不出,丰位尚书仆设,一为二宫间,故不予爽同诸。 丰子涛,已选上其长公主。 司马施丙正,以丰位中书令。 事实,太常夏侯玄有天下崇明,以草爽清雇,不得再世任,居长样样,张机以后妇去郡家居,亦不得已。 丰皆宇之清闪。 师虽着用丰,丰丝心常在玄。 丰在中书二岁,帝树独照丰与语,不知所说。 师之其一己,请风相见以劫封,风不以时告,师怒,以刀炫注杀之,宋师傅廷位,遂收风子涛及夏侯玄,张机等接下廷位,终欲暗至,云,风与黄门间苏朔,永宁鼠令勒敦,荣从菩舍流贤等谋约,拜贵人日,朱迎兵接屯门,陛下临轩, 因此同奉陛下,将群辽人兵,救朱大将军,陛下躺步从人,便当节将去尔,又云,某以玄位大将军,姬位票齐将军,玄,姬皆知其谋,根须,朱涛,玄,姬,朔,敦,贤,皆宜三族。 夏侯霸之入蜀也,妖玄玉宇之巨,玄不从。 吉司马义轰,中领军高阳许允卫玄约,吾富优以,玄探约,世宗,清和不见是乎。 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欲我,子缘,子尚不无荣也。 吉下欲,玄不肯下词,中欲自灵至之。 玄阵色则欲曰,吾当何罪。 轻未令使则人也,轻便未无作。 欲以玄明事,结高,不可趋,而欲当尽,夜未作词,令与世相互,流涕以世玄,玄世,汉之而已。 吉旧东士,颜色不变,举动自若。 礼锋第一,魏延周刺史,司马师浅时收之。 一期巡视魏一约,中书事发,可及赵书魏致富吾,何谓作曲死亡。 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为谁。 一思魏达,七约,君在大洲,不知可与同死生者,虽去亦不免,一约,二而小,无不去,经但从作生死而,二而避免,乃至,死。 初,李辉与尚书菩舍杜基及东安太守郭至善,至子冲,有内食而无外食。 初,李辉官,周礼福称也。 冲长与李锋巨舰基,寄退,寄探约,孝义无子,非图无子,带江无家。 军谋魏不死也,其子足迹其也。 食人皆以基为物。 吉封死,冲魏带军太守,促寄父也。 正史中,夏侯玄,何燕,邓阳具有盛名,欲交上书郎复古,古不寿。 古有人寻灿怪而问之,古曰,太初至大其量,能何须生而无始才。 和平书言远而情境,好辩而无成,所谓利口赴邦国之人也。 邓玄茂有味而无忠,外要名利,内无官要,贵同恶意,多言而度前,多言多姓,度前无亲。 已无官此三人者,皆将败家,远之有孔祸及,旷逆之乎。 古佑与礼风不善,为同志曰,风是伟而多疑,经小智而媚于全力,若认姬氏,其死必已。 辛亥,大赦 辛亥,被皇后张氏,夏,四月,丽皇后王氏,凤车都为魁之女也。 辛亥,被皇后张氏,夏,四月,丽皇后王氏,凤车都为魁之女也。 辛亥,被皇后张氏,凤车都为魁之女也。 中岭君许允肃与礼风,夏侯悬闪。 秋,允卫正北将军,贾捷,都督河北诸军事。 帝以允荡出,赵惠群臣,帝特引允以自尽,允荡与帝别,替气须息。 允卫发,有私奏允前放散官物,收复庭位,喜乐浪,魏志,道死。 吴孙俊交金银报,国人侧幕。 司马环律谋杀俊,立太子登之子吴侯英,不克,皆死。 第1礼风之死,义书不平。 安东将军司马昭正许昌,赵赵之史即将为。 9月,昭领兵入戒,帝姓平乐观以临军果。 左右劝帝应昭辞,杀之,乐兵已退大将军,以书赵于前,帝句,不敢发。 招领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 甲须,施以皇太后令照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谢敬畅忧,不可以臣天婿,群臣皆莫感为。 乃奏收帝喜寿,归帆于其。 使郭之入白太后,太后方与帝对坐,之为帝曰,大将军御废陛下,立鹏成王聚,帝乃其去。 太后不悦。 之曰,太后有子不能叫,经大将军亦已成,又乐兵于外已被非常,但当顺旨,将赴赫言,太后曰, 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之曰,何可见邪。 但当肃取喜寿。 太后一折,乃浅放誓欲取喜寿者作策。 知出报施,施甚喜。 又遣识者受帝齐王应寿,使出旧西宫。 帝与太后垂涕而别,遂臣王车,从太极殿南出,群臣诵者数十人,司马福碑不自圣,于多流体。 诗又使使者请喜寿于太后。 太后曰,彭尘王,我知既书也,今来历,我当何知? 且明皇帝当永绝似乎。 高贵乡公,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 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其祥义之。 丁丑,施更照群臣,以太后令誓之,乃定迎高贵乡公毛于远臣。 毛者,东海定亡陵之子也,十年十四,使太常王宿池节迎之。 诗又使请喜寿,太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时之,我自欲以喜寿首寿之。 东,十月,己丑,高贵乡公至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乡,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 更迎,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耶门南,公下于答拜,兵者请约,一步拜,公约,无人臣也,遂答拜。 至指车门下于,左右约,旧臣于入,公约,无被皇太后针,为之所为,遂布至太极东堂,见太后。 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辽陪位者皆兴兴烟,大赦,改元,为其王助攻于河内。 汉将为自敲道进拔河间,临桃。 将军徐旨宇战,杀其荡寇将军张仪,汉兵乃孩。 初,扬州赐史文清,萧果绝人,曹爽乙乡礼顾爱之。 清世爽世,多索林傲。 吉爽朱,清以内聚,又好增鲁吉以邀功赏,司马师尝一之,犹是愿望。 镇东将军冠秋简素于夏侯玄,李丰善,玄等死,简义不自安,乃以继后代清。 简子智书是御史殿位简曰,大人居方越重任,国家亲父而艳然自首,将受四海之则矣。 简然之。 少林立功下镇元二年,以害,公元二五五年。 春,真月,简,清剿太后照,起兵于寿春,移席周郡,以讨司马师。 又表言,向国义中正,有大熏于设计,以右即后世,请废师,以侯救帝,以帝招待之。 太卫服中校小心,护军望,中宫轻时,皆宜轻宠,受以要认。 望,服之子也。 简又浅时妖镇南将军诸葛诞,诞斩其时。 简,清将五六万众渡怀,西至巷,简坚守,使清在外卫游兵。 司马师问济于河南引王宿,宿曰,习关于鲁鱼禁于汉兵,有北象征天下之治,后孙权习取其将士家属,与世众一旦瓦解。 京怀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极网欲未,使不得前,必有关于土崩之事已。 实施新歌目流,创圣,或以为大将军不宜自行,不如浅太卫服聚之。 唯望素与尚书复古,中书侍郎中会劝施自行,施宜未绝。 古曰,怀,楚兵敬,尔简等负力远斗,其封未亦当也。 若诸江战有利盾,大势一师,则攻势败矣。 诗决然启曰,我请于吉尔东,物武,师律中外诸军以陶简, 清,以帝昭监中领军,刘正洛阳,照三方兵会于臣,许。 我们制度的发展,! 冒,冒曰,冠秋简好谋而不达事情,文清勇而无算。 经大军出其不义,将,怀之醋,锐而不能顾,一身勾高磊以错其弃,此雅夫之长策也。 诗称善 诗以荆州赐使王姬卫行监军,贾捷,统许昌军。 姬言于诗曰,淮南之逆,非利民思乱也,简等狂幼破邪,为目下之路,誓以上屯聚而。 若大兵一临,避土崩瓦解,简,卿之首不忠朝而置于军门以。 诗从之 以姬为前军,继而复赤姬停住。 姬以为,简等举君足以深入,而久不近者,是其诈尾以漏,众心以举也。 经不张是威行以赴名望,而亭君高磊,有四位诺,非用兵之事也。 若简,轻辱略名人以自义,又周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简等所破邪者,自顾罪众,不敢赴孩,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鬼之源,无寇因之,则怀南非国家之友,乔,佩,乳,欲为而不安,此计之大师也。 君一宿静聚南盾,南盾有大抵格,祭族军人四十日凉。 宝坚臣,应鸡骨,仙人有夺人之心,此凭贼之药也。 基律请,乃听,静聚水饮水。 论月,假生,诗刺雨水饮桥,捡浆石糟,李絮香刺来结束。 王姬赋言于诗曰,兵闻拙粟,为赌桥之久也。 方经外有强扣,内有叛臣,若不实觉,则是之身浅未可测也。 义者多言将军持重。 将军持重,是也,亭军不尽,非也。 持重,非不得之位也,尽而不可犯而。 经宝壁磊以基石资鲁而远运军粮,甚非济也。 时由未许。 姬曰,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 彼得则立,我得一立,是为真的,难顿事也。 遂者静聚难顿,简等从向意欲往真,八十余礼,文姬先道,乃赴海宝像。 鬼位,珍惜将军郭怀簇,以雍周赐使臣太代之。 无尘相郡律票其将军旅聚,左将军会激流赞袭寿春,司马师命诸军皆身必高磊,以待东军之急。 诸将请进军公项,施曰,诸军的其一,未知其二。 淮南将士本无反制,简,轻说又与之举事,未远近必应,而是起之日,淮北不从,始朝,礼济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 困兽私斗,速战更何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 且剑等七狂将士,诡辩万端,小雨持久,乍情自漏,此不战而克之术也。 乃遣诸葛诞都玉州诸军,自安丰相寿春,真东将军胡尊都卿,徐诸军出桥,宋之间,绝其归路,尸屯辱阳。 冠秋简,文清静不得斗,退孔寿春见习,既穷不知所为。 淮南将士佳皆皆在北,众星举散,将者相属,为淮南兴富农民为致用。 简之初起,浅剑部寄书至远周,远周次使邓爱展之,将兵万余人,尖道前进,先驱乐家臣,坐福桥以待师。 简是文清将兵席之。 师自汝阳前兵就义于乐家,倾促建大军,今二位之所为。 亲子秧,年十八,永历绝人,为清曰,及其未定,及之,可破也,于是分位二对,业家公军。 秧绿壮士先至古躁,军中阵扰。 师金海 所并目突出,孔众之之,涅被揭破。 亲师其不应,惠明,央见兵胜,乃隐孩。 师为诸江曰,贼走矣,可追之,诸江曰,亲父子萧蒙,未有所趋,何苦而走。 师曰,夫一鼓作气,载而衰。 央鼓造诗印,其事已驱,不走何呆。 清江隐而东,央曰,不先折其事,不得也,乃于萧其时于催风献成,所向皆披靡,遂隐去。 师使左长使司马班律萧将八千亿而追之,央以匹马入数千其中,折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折六七。 追其莫赶逼。 我use,日前。 看我通过700分钟桀。 宋 stubborn桀。 感谢观看 殿中人引大墓小魏曹世家奴 常在天子左右 诗将语句行 大墓之诗一幕已出 启云 文清本是明功复兴 但为人所悟而 又天子相礼 素与大墓相信 其未功追解语之 令还语功复好 诗许之 大墓单身成大马 被楷咒 追清 遥相语语 大墓新时欲为曹世 谬言 君侯何苦不可赴 忍述日中也 欲使清解其旨 清书不悟 乃更立身骂大墓曰 如先帝家人 不念报恩 反与司马师作孽 不顾上天 天不诱如 张公复使御设大墓 大墓替契曰 世事败矣 擅自努力 逝日 冠秋简文清退 恐惧 夜走 众岁大溃 亲孩志向 已孤君无忌 不能自立 欲还寿春 寿春已溃 岁奔无 无孙俊至东兴 文简等败 仁淫 敬至驮高 文清父子义军将 冠秋简走 笔至圣陷 左右人冰烧气简去 简葬水边草中 甲城 安丰经名张鼠旧杀简 传守经师 丰鼠卫侯 诸葛誕至寿春 寿春城中 十余万口 巨珠 或刘邦山泽 或散走入吾 赵已旦为 镇东大将军 宜同三司 都督扬州诸军事 宜冠秋简三族 简党七百余人 细欲 事欲时度有志之 为诸首逝者 十余人 于皆奏免之 简孙女是 刘氏 当死 以运系庭位 私立主不承贤一约 女侍人者 若已产欲 则成他家之母 于房则不足 成奸乱之源 于情则商孝子之恩 难不欲罪于他族 而女独应路于二门 非所以哀经女若 君法治之大分也 臣已为在世之女 可从父母之行 计较之父 使从夫家之路 朝廷从之 仁者于律令 武阳中武侯司马师 吉度 海许昌 刘忠郎将参军 是甲冲兼朱军 是冲 魁之子也 魏将军召自洛阳 网审施 施令召总统朱军 辛亥 施醋于许昌 中书侍郎 中会从施典之密室 中兆赤上书复古 以东南新定 全流魏将军召屯 许昌位内外之源 令古律朱军孩 惠与古谋 使古表上 折与昭俱发 海盗落水难屯住 二月 丁寺 赵以司马昭 为大将军 路上书时 惠游是常有 自经之色 古戒之曰 子智大其量 而薰业难为也 可不胜灾 吴孙俊文诸葛 但以巨寿春 乃隐兵孩 乃文清卫兜户 镇北大将军 幽州墓 三月 立皇后便是 打赦 后 武宣 皇后 帝秉之 曾孙女也 秋 七月 吴将军 孙姨 张姨 临寻谋杀 孙俊 不客 死者数十人 全公主赠诸 公主于俊 约 与姨同谋 俊碎杀 朱公主 郡使魏 魏逢朝城广陵 功费胜重 举朝莫感言 为藤印剑指之 郡不从 功促不成 汉将为父义出军 珍惜大将军 张义廷真 以为 国小明劳 不宜独武 为不听 绿车骑将军 下侯霸吉 亦同敬 八月 为江数万人 致府喊 驱敌道 大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诸将皆曰:「王金星拜,贼众大圣,将军以乌合之醋,祭拜君之后,当成圣之风,待毕不可。」 古人有言,附蛇是首,壮士解万。 孙子,曰:「兵有所不及,得有所不守,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顾也。 不如聚显自保,观性待毕,然后敬就,此计之得者也。 太曰:「将为提清兵深入,正欲与我针锋圆也,求一战之力。」 王金当高必生累,错其锐气,今乃宇战,使贼得计。 经济破走,为若以战客之威,进兵东向,距立扬机鼓之时,放兵收将,招纳枪,湖,东征关,龙,传席四郡,此我之所恶也。 而乃以承胜之兵,错俊臣之下,锐气之促,趋立致命,攻守世书,克主不同。 兵书曰,修鲁焚云,三月乃臣,俱因三月而后矣,成非清君远入之力也。 今为孤君远桥,两谷不济,是我肃尽破贼之时,所谓吉雷不吉掩耳,自然之势也。 桃水带其表,为等在其内,经成高巨势,临其向领,不战必走。 寇不可纵,为不可救,君等何言如是。 遂进君度高成岭,前行,夜至敌道东南高山上,多举风火,鸣鼓角。 敌道臣中将士建就至,皆奋勇。 为不亦救兵族制,元山吉来攻之,太宇交战,为退。 太隐兵扬言喻向其海路,为巨,九月,甲城,为顿走,城中将士乃得出。 王金探约,梁不至巨,向非救兵宿制,举臣图列,赴丧一周矣,太魏劳将士,前后遣骸,更差军守,并至成磊,还屯上归。 为你带着,至此互相惨的人,未经许可čia。 由于你带着,请禁止和与祭物市场交通。 福尺、四周矣,太疲敌。 畢竟cco。 未经许可,既然相义或区别人。 为了一周矣,太疲敌了。 太美以一方有事 则以虚声扰动天下 顾兮俭尚事 一书不过六百里 大将军招曰 陈真兮陈永能断 何方驳之众 旧江县之臣 而不求一兵 又兮俭尚事 必能伴贼顾也 都督大将不当耳携 将为退驻中题 初 吴大帝不立太庙 以武列常为长沙太守 立庙于林乡 使太守奉辞而已 冬 十二月 使座太庙于建业 尊大帝为太祖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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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感谢观看 卷七十六资质通鉴 卷七十七位纪九卷七十八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二月 丙城 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 与诸如论下少康 汉高祖幽烈 以少康为幽 下 四月 根须 四大将军招滚冕之福 赤系复焉 丙城 帝宴太学 与诸如论 书 义 及 礼 诸如莫能及 帝常与中护君司马望 世中王审 散其常侍陪秀 皇门侍郎中会等讲宴于东堂 并属文论 特加礼义 为秀位如灵藏人 沈卫文吉先生 帝信吉 请赵玉宿 以望值在外 特给追风车 虎奔五人 没有机会 折奔驰而至 秀 前之子也 六月 丙武 改元 将为再中题 义者多以为为利已劫 未能更出 安息将军邓爱曰 桃西之败 非小师也 士族貂蚕 苍领空虚 百姓流离 经以策言之 彼有成圣之事 我有虚弱之时 义也 彼上下相袭 五兵犀利 我将一兵兴 弃藏位赴 二也 彼以传行 五以陆君 劳役不同 三也 迪道 隆西 南安 齐山各当有首 彼专位以我分位四 四也 从南安 隆西 英石枪谷 若去齐山 熟迈千寝 未知外仓 五也 贼有侠迹 齐来必已 秋 七月 将为副帅众出齐山 闻邓爱已有备 乃回 从董廷去南安 爱聚五成山已聚之 唯与爱贞险不克 齐夜 度位东行 圆山去上归 爱宇战于断骨 打破之 以爱为正熙将军 都督拢幼诸君士 唯与其正熙大将军 胡继其会上归 继师其 不治 顾拜 士族心散 死者胜众 属人犹是愿为 为上书谢 求自贬处 乃已为将军行大将军事 不治 于是 继续担幼诸 军事 不治 于是 继续担幼诸君士 8月,耕武,赵司马昭家号大都督,奏事不明,贾黄月。 8月,耕武,赵司马昭为太父。9月,耕司徒高柔为太位。 9月,耕武,赵司马昭为太阳。 五位将军 都督中外诸军士 赵吕炬等孩 己丑 吴大司马吕代簇 年九十六 时代清静吴郡徐元 慷慨有才智 代之其可乘 四经备 与共言论 后遂见拔 观至世欲使 元性中壮 好直言 代时有得失 元者见真 又公论之 人或已告代 代探曰 是我所以贵得冤者也 即原死 代哭之甚哀 曰 徐得冤 吕代之亦有 经不信 代赴于何闻过 谈者美之 吕炬 吕炬文 孙生代孙俊 扶正 大怒 与诸都江联明 共表建藤 应为 丞相 生更以应为 大司马 代吕代助武昌 聚引兵孩 使人报应 欲共费身 东 十月 丁卫 深浅 从凶县江兵 匿区于江兜 史中史赤文青 刘转 唐滋 等共及曲句 又浅世中 左将军华荣 中书 陈丁燕 告御印 疑速去意 印字以 祸及 因流荣 燕 乐兵自卫 照点军 羊虫 将军孙姿 告以身为乱 破荣等 史作书 南生 身不听 表言应反 许将军流程以封绝 使率兵其功为应 印又杰荣等 使诈未照发兵 荣等不从 皆杀之 或劝印引兵至苍隆门 将士建功出 必为司灵旧功 十夜已半 印士与聚齐 又南举兵向功 乃曰令不屈 说旅侯兵已在尽道 故皆为印尽死 无离散者 印颜色不变 谈笑如常 十大风 笔笑 巨不至 申兵大会 遂杀印及将士数十人 一印三足 即有 大赦 改缘太平 或劝吕巨分位者 巨曰 无耻未判臣 遂自杀 以司空阵充 为司徒 左仆设 如玉为司空 预估让票其将军 王场 光露代府王冠 私立校 为狼邪王祥 赵布许 详信致孝 继母诸 是玉之无道 详越宫景 诸世子懒 年数岁 每见祥被处踏 折替气抱持母 母已非礼使祥 懒者与祥聚往 即长 取妻 母虐使祥妻 懒妻一驱而共之 母患之 为之少之 祥见有时欲 母身及之 密使正祥 懒之之 尽其取久 祥真而不语 母巨夺夺返之 自后 母赐祥传 懒折仙长 母巨懒至弊 遂止 汗末遭乱 祥隐居三十余年 不应周郡之命 母忠 悔翠 仗而后起 徐周赐使旅前席 未别嫁 未以周氏 周界清静 正化大行 识人歌之曰 海一之康 石赖王翔 帮国不空 别嫁之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 四月 吴主林镇殿 大赦 使清镇市 孙生表奏 多见难问 又科兵子弟十八以下 十五以上三千余人 选大将子弟年少有永利者 使将之 日于院中教习 曰 吴吏此君 欲语之俱常 又述出中书是大帝时救世 问左右是臣曰 先帝数有特质 经大将军问世 但令我书可携 常识深眉 使皇门至中藏取密 密中有数使 照问葬吴主曰 皇门从耳求密邪 立曰 向求 时不敢欲 皇门不服 吴主令破属使 使中造 应大孝 为左右曰 若时先在密中 中外当巨师 经外师礼造 此必皇门所为也 节之 果服 左右莫不惊悚 真东大将军诸葛但素于夏侯玄 邓阳等友善 玄等死 亡灵 冠秋简相继诛灭 但内部自安 乃清唐藏证师 驱赦有罪 已收众心 续养扬周清侠数千人已为死事 因无人欲向徐业 请十万众以守寿春 又求临槐助成以备无口 司马昭出秉镇 常使甲冲请浅参 左卫劳四真 且观其志 昭浅冲至淮南 冲见旦 论说时事 应曰 落中诸贤 皆怨禅 君以为如何 而 但立身曰 清非甲玉舟子乎 誓受慰恩 其可欲以设计书人乎 又落中有难 无当死之 冲莫然 还 言于昭曰 诸葛但再在扬州 得是重心 经兆之 必不来 然返及而或小 不兆 则返迟而或大 不如兆之 兆从之 夹子 兆以但为司空 兆父经师 但的诏书 岳孔 以扬州赐使勒申兼己 遂沙申 连淮南及淮北郡县层田口十余万官兵 扬州心腹圣兵者四五万人 据古族一年时 未必门自首之计 浅长使吴刚将小字量至吴 称臣请就 并请以衙门子弟为职 吴藤印 屡聚之期 接下口都孙一之魅也 六月 孙生使镇南将军诸易自虎林将兵袭一 易至武昌 一将不驱来奔 以四 照拜一车齐将军 交周牧 封吴侯 开府辟照 宜同三思 滚勉赤系 侍从封后 司马昭凤帝及太后讨诸葛诞 吴刚至吴 吴仁大喜 使将军全义 全端 唐兹 王座江三万众 宇文青同旧旦 以旦为左兜护 贾捷 大司徒 票齐将军 清周牧 丰寿春侯 一 丛之子 端 其丛子也 6月 甲子 车架四项 司马昭都诸军 二十六万进屯秋头 以正南将军王姬行 正东将军 都督杨豫诸军事 与安东将军 臣谦等为寿春 姬始至 为臣卫和 文青 全义等从臣东北殷山 臣险 的将其重突入城 昭赵赤鸡脸军兼臂 鸡类求尽讨 会无诸一律三万人 尽屯安丰 为文青外事 照鸡引诸军转据北山 鸡卫诸将曰 金为磊转固 兵马向及 但当今修守备 以待悦意 而更以兵守险 使得放纵 虽有智者 不能善其后矣 遂守便宜 上书曰 金与贼家对敌 当不动如山 若迁移一险 人心摇荡 于事大损 诸军并聚身勾高磊 众心皆定 不可轻动 此欲兵之要也 书奏 报听 于事基等四面合为 表里在众 欠累圣俊 文青等数出范围 逆籍 走之 司马昭佑十分武将军兼青州诸军 逝时包督眼州次使周泰 徐州次使胡植等 简锐促为游军 以备外扣 太极破诸易于扬冤 易走 太追之 杀伤两千人 秋 七月 吴大将军申大发促出屯获礼 傅浅诸易率将军丁凤 李斐等五人前解授春之围 一流资中于兜路 竟团离将 十包 周太幼及破之 太山太守狐猎以骑兵五千席兜路 竟焚易资粮 易将于兵 十隔夜 走归孙生 身时易更死战 易以士族乏食 不从生命 深怒 九月 己四 身斩易于获礼 欣慰 隐兵还健业 身既不能拔出诸葛蛋 而丧败是众 自禄名将 犹是无人莫不愿之 司马昭曰 亦不得致寿春 非其罪也 而无人杀之 欲以泄寿春而兼弹意 使其犹望旧而 经当兼为 背其悦意 而多方已勿之 乃纵反见 扬言 无救方至 大军伐时 分浅雷及救古淮北 事不能久 但等一宽字时 额尔城中伐粮 外救不至 将军讲班 交疑 皆但复兴某主也 言于但约 诸易等以大众来而不能敬 孙生杀义而归江东 外以发兵未明 内时作须成败 经宜及众心尚顾 士族私用 并立决死 攻其一面 虽不能尽客 有有可权者 空作守死 无谓也 文清曰 攻经举十余万之众归命于无 而清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 父兄子弟 尽在江表 旧孙生不遇来 主上及其亲戚 岂肯听乎 且中国无岁无事 君民并疲 经守我一年 内便将起 奈何舍此 玉尘为侥幸乎 班 一故劝之 轻怒 但欲沙班 一 二人聚 十一月 契旦于尘来将 全义兄子辉 宜在剑夜 与其家内征颂 携其母江部屈树时加来奔 于是亦与兄子敬及全端地偏 姬皆将兵在寿春城中 司马昭用皇门侍郎中绘策 密卫辉 一座书 石灰 以所亲信寄入成告一等 说 无中怒一等不能拔寿春 欲敬朱朱将家 故逃来归命 十二月 义等绿其众数千人开门出将 臣中证据 不知所为 照拜义平东将军 风陵香侯 端等风败各有差 汉江为文位分官中兵 已赴淮南 欲成虚向秦川 绿树万人出洛谷 至审令 时长城积鸡骨盛多 而受兵少 真兮将军都督雍 梁朱军是司马旺及安兮将军邓爱进兵巨之 以巨为 为必于盲水 数挑战 旺 爱不应 事实 为数出兵 属人愁苦 中三代府乔周作 愁国论 以讽之曰 或问网顾能以若胜强者 其数如何 曰 无闻之 处大无患者常多慢 处小有忧者常思善 多慢则生乱 思善则生至 理之常也 故周文养名 以少取多 勾见续众 以若必强 此其数也 或曰 囊者 向强汉弱 相宇战争 向宇与汉约分鸿沟 各归习明 张良以为明智既定 则难动也 率兵追语 终必向事 岂必犹游文王之士乎 曰 当商 周知济 王侯世尊 君臣久故 明习所专 生根者难拔 聚故者难迁 当此之时 虽汉祖安能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乎 即秦霸侯至首之后 明疲秦义 天下土崩 祸岁改主 祸月义弓 鸟精受害 莫知所从 于是豪强并争 虎猎狼分 吉伯者或多 持后者渐吞 今我与彼皆传国义是以 既非勤莫顶沸之时 时有六国并聚之事 故可谓文王 难为汉祖 浮明之疲劳 则骚扰之召生 上漫下报 则瓦解之行起 宴曰 设信树爹 不如审发 誓故智者不为小利一目 不为亦四改步 时可而后动 树合而后举 故汤 五知诗不再战而克 沉重明劳而度时审也 如遂及五毒针 土崩是身 不幸遇难 虽有智者 将不能谋之以 高贵乡公下甘露三年 务营 公元二五八年 春 真月 文清为诸葛诞约 讲班 交一位我不能出而走 全端 全义又率众逆将 此敌无备之时也 可以战以 但及堂资等皆以为然 遂大为工具 昼夜五六日攻难为 欲绝为而出 为上诸军灵高发石车火箭 逆烧破其工具 使时与下 死伤必得 血流银茧 腹部尘 尘内时转节 出降者数万口 清欲进出北方人 审时 与无人坚守 但不听 犹是憎恨 清肃与但有戏 徒以济合 势及月相宜 清见但济世 但遂杀清 清子央 虎将兵在小城中 闻清死 乐兵赋之 众不畏用 遂丹走于城出 自归于司马昭 清子央 虎将兵在小城中 闻清死 乐兵赋之 众不畏用 遂丹走于城出 自归于司马昭 圣归命 且成为拔 杀之世间其心也 乃涉央 虎 使将数百其寻臣 忽曰 闻清之子 由不见杀 其于何惧 又表央 虎皆为将军 似绝观内侯 城内皆喜 且日亦激困 司马昭身自临为 见城上持功者不发 曰 可攻以 乃四面禁军 同时古造登城 二月 已有 克之 但窘即 丹马将其挥下突小城御出 司马湖奋步兵及斩之 以其三足 但挥下数百人 皆拱守卫列 步将 每斩一人 折将之 促不便 以至于尽 吴将于全约 大丈夫受命其主 以兵救人 既不能克 又束手于敌 无福取也 乃免咒冒臣而死 唐兹 王座等皆将 吴兵万众 弃杖山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司马昭出为寿春 王姬 石包等皆寓及工之 昭以为 寿春城固而众多 工之必立区 若有外寇 表里受敌 此为道也 经三盼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骑或者使同旧路 吴当以全策弥之 但坚守三面 若吴贼路道而来 军粮必少 吴以游兵轻其绝其转疏 可不战而破也 吴贼破 轻等必成情矣 乃命诸君按甲以守之 猝不凡攻而破 义者又以为 淮南人为叛逆 吴兵是家在江南 不可纵 以西坑之 昭曰 古之用兵 全国卫上 陆其原厄而已 吴兵救的王孩 是可以是中国之大度尔 义无所杀 分布三合禁郡以安处之 拜唐兹安远将军 其鱼皮匠 贤甲卫号 众皆岳福 其淮南将势力名为但所协掠者 皆设之 听闻央兄弟收敛附丧 给其车牛 至葬旧母 赵仪王基书曰 出义者云云 求义者盛众 十位灵律 亦未宜然 将军身算厉害 独秉固治 尚为照命 下具众议 忠治治敌情贼 虽古人所述 不是过也 招玉浅诸军亲兵深入 招迎唐兹等子弟 因性有灭无之事 王基建曰 习诸葛克承东关之圣 劫将表之兵已为兴臣 臣继不拔 而众死者太半 将为樱桃西之力 清兵深入 两享不济 君赴上规 夫大劫之后 上下轻敌 轻敌则律难不生 惊贼心败于外 又内患未米 是其修备设律之时也 且兵出于年 仍有规制 惊服国十万 最仁私的 自立代征伐 未有权兵独克如今之圣者也 五皇帝克袁绍于关度 自已所获已多 不复追奔 据错威也 招乃指 以姬魏征东将军 都督扬州诸军事 进封东吴侯 西早此曰 君子魏司马大将军于世一也 可谓能以得公义 西早此曰 君子魏司马大将军于世一也 可谓能以得公义 尚而不能兼并也 故穷五之雄 必于不仁 存亦之国 丧于诺退 今亦真而秦三叛 大鲁无众 席卷怀谱 福国十万 可谓壮矣 而为吉安坐 赏王姬之功 总会无人 结义类之情 宠央藏青 妄愁席之戏 不就但众 使养土怀馈 功高而人乐其成 夜广而敌怀其得 五朝济夫 闻算又恰 推辞道也 天下其熟能当之灾 司马昭之客 寿春 终会谋话居多 昭青呆日龙 伟已复兴之任 十人彼之子房 汉江维文诸葛诞死 退还成都 腹败大将军 下 五月 下 五月 赵以司马昭为相国 封进宫 十亿八郡 加九西 昭前后九让 乃至 秋 七月 吴主封顾其王奋为张安侯 八月 以票其将军王 厂为司空 赵以官内侯王 降为三老 镇小童为五根 帝帅群臣信太学 行养老 起言之礼 小童 玄之孙也 吴孙生以吴主清兰正事 多索难问 甚据 反自获礼 遂称及不朝 史蒂威远将军聚入苍龙门宿位 五位将军恩 偏将军干 长水孝位凯分屯诸盈 欲以自顾 吴主恶之 乃推诸公主死亿 全公主俱曰 我时不知 皆诸俱二子熊 笋所白 适时熊位虎邻都 笋位外部都 吴主皆杀之 笋七 及孙俊妹也 身见 不从 犹是一句 吴主应与全公主及将军流成谋诸生 全后父上位太常 魏将军 吴主位上子皇门侍郎纪曰 孙生专世 清小于孤 孤前赤之始素上岸 为唐兹等作员 而刘湖中不上岸一步 又伪罪于诸易 善杀功臣 不仙表文 驻地桥南 不复朝见 此为自在 无复所谓 不可久忍 经规取之 亲父坐中军都督 使密严整是马 孤当自出林桥 绿素未虎骑 左右无难一时为之 坐板照赤司令所领接解散 不得举手 正儿 似当得之 亲去 但当时密儿 清宣赤亲父 勿令亲母之之 女人既不小大事 且身同堂姐 谢后漏谢 勿姑非小也 继承赤已告上 尚无远律 已与继母 母使人密于身 九月 雾午 深夜以兵席上 执之 浅地恩沙流成于苍龙门外 比明 遂为公 无主大怒 上马代建职公欲出 曰 孤大皇帝世子 在位已五年 谁敢不从者 世中竟成吉如母供千攀指之 不得出 探渣不识 骂权后曰 耳父溃溃 拜我大事 又浅呼济 济曰 臣父奉赵不景 赴上 无面目赴见 应自杀 生使光陆勋梦宗告太妙 废无主位会击亡 赵群臣一曰 少地荒并昏乱 不可以处大卫 臣宗庙 已告先帝废之 诸君若有不同者 下意义 接政部 曰 维江军令 深浅中书郎里重夺无主喜寿 以无主罪班告远近 尚书还宜不肯署名 深怒 杀之 典国施政劝司灵盈利狼邪王修 申从之 几位 申使宗正凯与中书郎董朝盈狼邪王于慧姬 遣将军孙丹宋慧姬王亮之国 亮时年十六 喜全上于玲玲 寻追杀之 千全公主于玉章 冬 十月 雾武 狼邪王行至屈阿 有老公遮王寇头曰 事久变身 天下庸庸 愿陛下塑行 王善之 逝日 晋即不赛庸 孙生以狼邪王位置 欲入居附中 照百官会议 皆黄不失色 徒围围而已 选曹郎于四约 明公卫国一 周 处江相之刃 善费力之威 江上安宗庙 下会百姓 大小踊跃 自以一 或赴建 金银王位置 而始入宫 如是 群下摇荡 众听疑惑 非所以永忠忠孝 扬明后世也 申不亦而止 四 藩之子也 生命帝恩行 丞相是 绿百辽以臣于法驾银郎邪王于永昌庭 助公 以五丈位变殿 设玉座 吉卯 王志变殿 指东乡 孙恩奉上喜福 王三让 乃寿 群臣以赐奉饮 王就臣于 百官陪位 申以兵千人淫于半野 败于稻策 王下车打败 吉日 玉镇殿 大赦 改元永安 孙申称 曹莽臣 义雀尚书 上映寿 节月 求必贤路 吴主引建魏玉 下诏以申魏丞相 经周牧 曾义武县 以恩魏玉史大夫 魏将军 中军都 封献侯 孙巨 干 凯皆拜将军 封侯 又以长水校魏张部为服役将军 封永康侯 和封永康侯一生 和封永康侯一生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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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主赵曰 丹阳太守礼恒 以往事之嫌 自居私败 夫设沟 斩驱 在军卫军 其浅横海郡 务令自宜 又如威远将军 受以企己 几丑 吴主封故南洋王和子昊 群臣奏立皇后 太子 吴主曰 正义寡德 奉承红夜 历世日浅 恩泽魏夫 后妃之号 四子之位 妃所及也 尤思故南洋王和子昔 请 吴主不许 孙身奉牛九亿无主 孙身奉牛九亿无主 大将军章章簿 九憨 出怨言曰 出费少主时 多劝吴自卫之者 吴以陛下贤名 故迎之 帝非我不立 经上礼见句 事与凡尘无意 当父改徒儿 不以告吴主 吴主贤之 恐其有辩 数家赏赐 吴主 吴主赵曰 大将军长中外诸君士 士统凡多 其家卫将军 欲使代福恩士忠 与大将军分省诸氏 或有告申怀愿毁上 欲徒反者 吴主执以附身 身杀之 犹是异据 因梦宗求出屯无昌 吴主许之 申进赤所都 中营经兵万余人 皆令庄在 又取武库兵器 吴主贤令给予 申求忠书两郎典之 经州诸君士 主者奏忠书不应外出 吴主特听之 其所请求 亦无为者 将军未秒说吴主曰 身居外 必有便 吴卫是施朔又告申谋反 吴主将讨身 密问府邑将军张布 布曰 左将军丁凤 虽不能立书 而既略过人 能断大事 吴主照奉告之 且问以计划 奉约 丞相兄弟之党甚 恐人心不同 不可促至 可因那会有必兵以诛之 吴主从之 十二月 丁卯 见夜中谣言明慧有便 声闻之 不悦 十二月 丁卯 见夜中谣言明慧有便 声闻之 不悦 夜 大风 八乌扬沙 声一句 十二月 丁卯 见夜中谣言明慧有便 声闻之 不悦 身称吉不治 无主强起之 使者十余备 身不得已 将入 种植烟 身曰 国家旅有命 不可辞 可遇整兵 令府内欺货 应是可得素孩 岁入 寻而火起 身求出 无主曰 外兵自多 部族凡成相也 身起离席 奉 部目左右父之 身寇头曰 愿喜交周 无主曰 清何以不喜藤印 屡聚于交周乎 身父曰 愿眉为官奴 无主曰 清何不以应 聚位奴乎 遂斩之 以身首领其众曰 诸与身同谋者 皆设之 放障者五千人 孙凯成传御将北 追杀之 移身三族 八孙俊官 取其应寿 着其木而埋之 几四 无主以张部位中军都 改葬诸葬 改葬诸葛克 藤印 呂聚等 其离刻等 是远途者 一切赵孩 朝臣有其为诸葛克 立碑者 无主赵曰 圣下出君 氏族伤损 无尺寸之功 不可谓能 受托姑之刃 死于数子之手 不可谓至 遂寝 初 汉昭列 刘魏 严正汉中 揭石兵诸葳 以御外敌 敌若来宫 使不得入 即兴士之意 王平汉聚草爽 皆臣辞志 即将为用事 建议以为 措守诸葳 事可遇敌 不获大力 不若使闻敌志 诸葳接连兵聚谷 退救汉 乐二臣 听敌入平 众官头震守以汉之 令游君旁出 以四其须 敌攻官不克 也无散骨 千里运粮 自然疲乏 隐退之日 然后诸臣病出 与游君并立脖之 此舔敌之术也 于是汉主令都汉中 胡继却驻汉寿 兼君王汉守乐臣 护君奖兵守汉臣 高贵乡攻下甘露四年 吉卯 公元259年 春 春 真月 黄龙二剑凝陵井中 先是 顿秋 贯君 阳下静中旅有龙剑 群臣以为吉祥 帝曰 龙者 君得也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而树驱于井 非家照也 坐 乾龙师 以自讽 司马昭剑而恶之 下 六月 金陵墓侯王 尝醋 汉主封其子 臣位北帝王 寻位新兴王 前位上党王 上书令 臣之以 巧宁有宠于汉主 将为虽位在之上 而多帅众在外 西清朝政 全任不及之 秋 八月 柄子 之醋 汉主 以菩舍 一阳董 爵位上书令 上书 诸葛 瞻位 菩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十一月,车齐将军孙一未必所杀 适岁,以王姬为真南将军,督督荆州诸军事 元皇帝上,高贵乡宫下景元元年,更成,公元二六零年,春,真月,朔,日有时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下,四月,赵有斯律尊前命,附近大将军招魏向国,封进宫,加九西 第剑威权日去,不胜其分 五月,己仇,赵世忠王审,尚书王金,散其常侍王爷,魏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吾不能作受废辱,今日当于清自出讨知 王金曰,习鲁昭公不忍记事,拜走失国,为天下效 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 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礼,非一日也 且素为空雀,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 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 或带不测,一见众详 帝乃出怀中皇宿兆头的曰,行之决矣 正使死何惧,旷不必死邪 于是入白太后 审,夜奔走告昭,呼经欲语句,经不从 帝岁拔剑身免,绿殿中宿为仓头关铜骨灶而出 朝帝屯其孝位仍由御帝于东指车门,左右喝之,仍由众奔走 忠护军甲冲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雀下,帝自用剑 众欲退,其都城人促帝太子舍人寄问冲曰,是即已 当云和,冲曰,司马公序仰如等,正为今日 今日之事,摩索问也 即即抽搁前次帝,允于车下 昭闻之,大经,自投于帝 太父福奔往,整地骨而哭,圣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昭入殿中,赵群臣会议 上书左仆设臣太不至,昭使其旧上书寻以赵之 太曰,是之论者以太方于旧,经旧不如太也 子弟内外贤共逼之,乃入,见昭,悲痛 昭义对之契约,玄伯,轻何以处我 太曰,独有斩甲冲,少可以谢天下耳 昭久之曰,轻更思其次 太曰,太言唯有尽于此,不知其次 昭乃不复更言 亦,欲知子也 太后下令,罪状高贵相公 被位数人,藏以名礼 收王金及其家属父廷尾 金谢其母,母颜色不变 孝儿应曰,人谁不死 正恐不得其所,以此病命 何恨之有 急救诸,顾立向雄窟,哀动一世 王审以公封安平侯 根吟,太傅府等上言,请以王礼藏高贵相公 太后许之 始忠护君司马延 迎宴王宇之子长到相公黄于业 以为名第四 言,昭之子也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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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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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害 以上书左仆设王官为司空 无都为严密建议做普礼堂 群臣皆以为难 唯卫将军臣留蒲阳心以为可成 遂惠诸军名就作 功费不可胜数 士族多死亡 名大仇怨 慧姬君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 而亮宫人告亮史乌导辞 有恶言 有私以文 无主处亮为后官侯 遣之国 亮自杀 为宋者皆服罪 东 东 十月 阳乡宿侯王官簇 十月 十月 赵尊严 带以梳理 12月 甲午 以斯利校位王祥为司空 尚书王审魏玉州赐史 初到 下教赤蜀臣吉士明曰 若有能臣常力可否 说百姓所患者 给古五百壶 若说赐史得失 朝政宽猛者 给古千壶 主不诚心 主入白曰 教指斯文苦言 事已劝赏 妾恐居借之事或但赏而不言 贪昧之人将目利而望举 苛不何疑 赏不虚行 则远听者为之当否之所在 图见言之不用 为赦而不行 于已告下之事可小虚后 沈幼娇曰 夫心已于上 受分于下 私乃君子之操 何不言之有 主父白曰 姚 顺 周公所以能致忠见者 以其款臣之心者也 冰炭不言而冷热之之自明者 以其有时也 若好中之 如冰炭之自然 则恶恶之言将不求而自制 若得不足以沛唐 于 明不足以并周公 时不可以同冰炭 事选重赏 中见之言未可制也 圣乃志 圣乃志 死神 他为了 感谢观看 高贵乡公下景元二年 新四公元261年 春三月 襄阳太守狐猎表言 吴江邓游 李光等十八屯同谋规划 遣使宋职任 御令郡兵临江营拔 赵王姬部分诸军 尽造举水以迎之 若有等如其道者 便当因此正当将表 积持亦以司马昭书 说有等可疑之状 且当清晨 为已便举重兵生入应之 又曰 宜临东西道皆险霞 竹木从未 促有要害 弩马不成 经者经脚如若 水辽方降 被胜浓之物 缴南壁之力 此事之为者也 将为之去上归附 闻清之巨寿春 皆深入求力 以取覆没 此尽事之见戒也 家平以来 类有内难 当今之仪 当物正安设计 辅宁上下 力浓物本 怀柔百姓 为宜动众以求外力也 招类的姬书 亦胡怡 赤诸君已上道者 且全庭住所在 虚后节度 姬父怡招书曰 习汉祖纳立身之说 欲封六国 勿张良之谋而去消应 姬谋率浅短 陈不及留侯 一句襄阳有时其之谬 招于世罢兵 报姬书曰 凡处世者多屈相从顺 先能确然共敬礼时 诚感忠爱 每见归世 则依来止 以罢君严 继而有等果不降 列 愤之地也 秋 八月 甲银 负命司马昭 敬爵位如前 不受 不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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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主使五官中郎将约许聘于汉及孩 无主问正德师对约 主按而不知其过 臣下荣申以求免罪 入其朝不闻直言 惊其也鸣接菜色 成文燕雀堂 子母乡乐自以为至安也 突厥洞坟而燕雀依然不知或知将及 其事之未乎 许宗之子也 先占卜所头部大人拓拔立威 使眼其子沙漠汉入供 应留未知 立威之先是居北荒 不交南下 智克汉毛 史强大 统国三十六 大姓九十九 后五是 智克汉推营 南迁打折 右七是智克汉林 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以沾世 车滚世分头部众为食 灵老 已未受其子劫坟 使南迁 遂居匈奴故地 劫坟促 立为立 父习于定心之圣 不众敬圣 诸不皆为福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七十七资质通鉴 卷七十八位继续 十九 姐妹计划 数据像 起旋亦敦赃 近于逢云滩 凡三年 资质通鉴 第零七八卷 卫祭时 起旋亦敦赃 近于逢云滩 贪 凡三年 元皇帝下景元三年 仁武 公元二六二年 秋 八月 已有 吴主立皇后诸氏 诸公主之女也 物子 立子位太子 汉大将军将为将出军 又车其将军料化曰 兵不及 必自焚 伯曰之位也 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 用之无厌 将何以存 东 十月 为入寇淘阳 邓爱与战于喉河 破之 为退驻塔中 初 唯以积履遗憾 深受重任 新兵累年 功绩不利 皇后用事于忠 与幼大将军言语清善 应御费为术语 为之之 言语汉主曰 号奸巧专字 将败国家 请杀之 汉主曰 号驱走小尘尔 网洞允美切齿 无常恨之 君和族建议 唯建号之父夜莲 据于诗言 训辞而出 汉主赤号 亦为臣谢 唯由是字一句 反字桃阳 应求众脉踏中 不敢归成都 无主以蒲阳心卫丞相 亭卫丁密 光禄勋梦宗卫 左右御史大夫 初 心卫会积太守 无主再会积 心欲之后 左将军张部常位 会积往左右督江 故无主即位 二人皆贵宠用事 不典公审 新官军国 以宁巧更相表里 无人失望 无主喜读书 欲于博士忌久为招 博士圣冲讲论 张部以招 冲切直 孔其入世 严己因过 故见止之 无主曰 孤之设学 群书略辩 但欲于招等 讲习旧文 亦何所损 君特当孔招等到 陈下坚特 故不欲令入耳 如此之事 孤已自备之 不须招等 然后乃解也 不惶恐陈谢 且言句防阵事 无主曰 王悟 学业 其留各异 不相防也 此无所为非 而君以为不宜 是以孤有所及而 不图君今日在世 更行此于孤也 量胜不取 不败表叩头 无主曰 辽相开悟耳 何至叩头乎 如君之忠臣 远近所知 无今日之微微 皆君之功也 诗 云 弥不有初 仙刻有忠 忠之时难 君其忠之 然无主恐不一句 猝如不意 被其讲业 不负使招等入 乔俊基康 文词壮丽 好颜老 庄儿上其刃侠 宇晨柳软吉 吉兄子贤 河内山涛 河南向秀 狼邪王荣 配人流灵特香友善 浩竹灵七贤 皆崇尚虚无 轻蔑礼法 众酒昏憨 遗落世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软机位